華東地震第一時間而還在南投 扶損的總統蔡英文 有掌握即時救援 民眾要注意 差不多的話 晚上8點換個地點 比一比總統4點其實就差不多大意 只是到災害應變中心再說一次 尤其災害發生真的盲煩在應變中心 光是協調整合了解災情 尤其是救災調度 其實搜救隊是派哪個地方的搜救隊去 這是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在決定的 你到災區看到最多什麼 一公一堆 可是事實上你太多的人到了災區 反而對災區是一個負擔 天災人禍 政治人物勘災時 幾點也得選好 否則恐怕沒幫上忙 越幫還越忙 TVBS的無愧 李宗恆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接見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代表團 總統開口 先道歉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忙碌 國種不足 以至於原線作業 是有一些舒適 沒有能夠與兩位縣長 以及救災的團隊 有溝通的機會 對此呢 我要向兩位縣長 以及在花蓮跟台東的救災團隊 表示歉意 總統的致歉 為的是前一晚到中央災變中心 視察一室 還原著半小時會議 總統和蘇貞昌等人 八點第一搭災變中心 聽簡報二十四分 總統才是三十分 總統等人起身離去 全程未讓同在線上的花蓮和台東 兩縣長發言 不是說不太開心 而且是 而是說中央對於地方上的重視 我們整個 無論是行政系統 或者是中央駐地的這個單位 都在等待跟中央來視訊連線 很遺憾的只看到了中央的視訊會議 是把聲音關掉的 然後他們開完會就結束了 過去國家級的災難所沒有看過的 前一晚也參與會議的傅昆奇 瑜伽滿滿無奈 畢竟快六點接獲開會 搜寫後一群人就在準備 碰上同樣狀況的台東縣府 縣長饒慶零雖低調聚談 但其臭掌話說得重 直言參與了場有生以來 最冷血無意義的放在會議 總統的高度 我覺得起碼給台東一點點的溫暖 但是連這一點溫暖都沒有 台東縣府晚上八點多的會議 是燈火通明 官員們更是震驚為座 參與視訊會議 花東兩縣 但總統花了兩小時 聽簡報再花半小時 但跟總統說句話的時間 因工作人員疏失零秒 TVBS新聞李國正氣煥柔 蔡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接見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代表團 總統開口先道歉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忙碌 國種不足 以至於連線作業 是有一些疏失 沒有能夠與兩位縣長 以及救災的團隊 有溝通的機會 對此呢 我要向兩位縣長 以及在花蓮跟台東的救災團隊 表示歉意 總統的致歉 為的是前一晚到中央災變中心 視察一室 還原這半小時會議 總統和蘇貞昌等人 八點抵達災變中心 聽簡報 二十四分總統才是 三十分總統等人起身離去 同在線上的花蓮縣長徐真偉 台東縣長饒慶林 彷彿被當空氣 先是徐國勇嘛 然後蘇貞昌 然後蔡總統 講完之後我們就準備要講說 我們的狀況怎麼樣 他們就走了 事後回想只能苦笑 但被這樣忽視 當事人自然不好受 不是說不太開心 而是說中央對於地方上的重視 我們整個無論是行政系統 或者是中央駐地的單位 都在等待跟中央來視訊臨線 今天那個狀況真的令人很錯愕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問我們 老實說電話也可以 因為我整個縣政府幾乎是hold在那裡 其他人讓他們趕快回崗位去做事 還有台東縣的交通及觀光處長余明勳 臉書也直言參與了場有生以來 最冷血無意義的栽訪會議 畢竟花東兩縣 等總統花了兩小時聽簡報 再花半小時 但跟總統說句話的時間 因工作人員舒適 零秒 TVBS新聞 李國正式煥柔 台報道 想擴大國際視野 掌握趨勢 請訂閱 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接見世界警察消防運動會代表團 總統開口 先道歉 因為我們工作人員忙碌 溝通不足 以至於連線作業是有一些疏失 沒有能夠與兩位縣長 以及救災的團隊 有溝通的機會 對此呢 我要向兩位縣長 以及在花蓮跟台東的救災團隊 表示愜意 總統的致歉為的是前一晚到中央災變中心視察一室 還原這半小時會議 總統和蘇貞昌等人8點抵達災變中心聽簡報 24分總統才是 30分總統等人起身離去 同在線上的花蓮縣長徐真偉 臺東縣長饒慶林彷彿被當空氣 先是徐國勇然後蘇貞昌然後蔡總統 講完之後我們就準備要講說我們的狀況怎麼樣的時候他們就走了 事後回想只能苦笑但被這樣忽視當事人自然不好受 不是說不太開心而且是而是說中央對於地方上的重視 我們整個無論是行政系統或者是中央駐地的這個單位都在等待跟中央來視訊臨線 今天那個狀況真的令人很錯愕 如果你沒有打算要問我們老實說電話也可以 因為我整個縣政府幾乎是hold在那裡 其他人讓他們趕快回崗位去做事 還有臺東縣的交通及觀光處長余明勳 臉書也直言參與了場有生以來最冷血無意義的栽訪會議 畢竟花東兩縣等總統花了兩小時聽簡報再花半小時 但跟總統說句話的時間因工作人員疏失零秒 TVB的新聞 李國正式煥柔 台報道 就是這一條橋 對 然後我們學生上學也是走這一條 仔細聽著花蓮縣長徐正偉的講解 行政院長蘇貞昌勘察因為牆震斷裂的輪天大橋 三不五時就問一下旁邊的徐縣長意見 這也是重要的 對 就連到了下個行程也跟徐正偉並肩勘災 就連他的立委老公傅崑崎也站很近 看似地方合作沒嫌棄 但其實不到兩個小時前 不要讓我們來這裡撲空還是守株待吐 好不好 我用務實的心情來面對救災好嗎 對 今天委員 跟你報告一下 大家好像在桌很長 隔著鏡頭都感覺得到傅崑崎的怒火 因為他跟縣長太太中午好不容易感到了 玉璃的春日國小要陪同視察 沒想到院長突然改變行程 而且改的還不止一個行程 早上七點五十一分 先在政院媒體群組公告 原定要先視察玉璃倒塌的7-11 後來改成先去看十公里遠的 東里車站受損情形 十點四十五分又發訊息 說再改成去華蓮慈濟醫院 中午要新增 要去台東看陸野保華大橋 一整天行程 變來變去 突然要我們在十分鐘以內 從玉璃趕到花蓮市的直徑 這怎麼可能 請問蘇院長 你是來花蓮勘災嗎 行程一改再改 太離譜了 他不是剛剛又貼了 我真的要罵他們嗎 就連媒體也因為行政院 給了錯誤坐標鋪了個空 蘇回原定要到花東 給予勁勁勁的協助 沒想到卻因為行程的安排 讓勘災的氣氛多了點火藥味 TVB新聞 高居宏 張敏如 朱光榮 都聽聽 韋佳琪 花蓮採訪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讓您擴大視野 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好 花東發生強陣 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昨天到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不過就是這個會議的過程 遭到台東縣府人員爆料說很冷血 而且感到相當的錯愕 因為沒有讓地方來發生 在今天蘇貞昌有最新的談話 總統在全國工忙還特別趕到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 聽起報告下達指示 關懷災情 因為那個過程 在應變中心沒有把所有 跟地方連線的畫面抓上來 所以總統和我都不知道 還有地方連線 甚至於有關我們地方的同仁 在現場 所以沒有特別請講話 這次作業上的舒適 很抱歉 你可以聽到蘇貞昌是強調兩點 第一個其實總統是在公務非常繁忙的時候 還是前來這個應變中心 另外第二點是強調說 他當下並不知道說 視訊的另一頭是有人的 另外他在今天其實也是一整天鐵人行程 到這個花蓮以及台東地區 有災情的地方來勘災 以上是我們掌握的最新情形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小鈴鐺 主播各位觀眾來關心立法委員 傅崑奇跟花蓮縣長徐珍衛一同勘災 不過他在稍早受訪的時候 炮果夢轟中央以及行政院長蘇貞昌 來聽聽看傅崑奇怎麼說 請問蘇院長 您是來花蓮勘災嗎 行程一改再改 現在接下來到底你是幾點要來 東里 現在在救災在勘災 大家都不免不休非常的辛苦 我請中央要證實一下 這個全國性這麼大的一個災難 花中兩線這附近人羊馬攀 如果中央要來請帶著誠意 我們是一個先進開發國家 到底對我們的災情要做什麼樣的救助 中央地方應該攜手同親 而不是要再玩躲停場 其實一開始行政院士預計蘇貞昌 上午11點多抵達玉里 要視察樓房倒塌情形 接著連跑玉里榮民醫院 火車站慈濟醫院 還有輪天大橋高寮大橋 跟春日國小等等 最後一站傍晚5點多 要到花蓮市區的醫院來視察 從早到晚共霸佔了勘災行程 傅寬奇跟徐真衛夫婦本來是要陪同 但是早上10點多才臨時接到通知 行政院長的行程改變 讓傅寬奇相當不滿 認為中央根本是在玩捉鳴藏 以上掌握消息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 可見他們兩個的威力 是撼動地球的 18號下午地震發生的當下 國民黨立委江啟臣脫口說出 候選人的威力撼動地球這句話 招批發言不當觀感不佳 拿地震災害開玩笑 這是在國民黨台中市議員 陳振賢舉行的競選總部大會 台中市長盧秀燕還有立委江啟臣 都有出席 來幫忙造勢活動站台 張啟臣速度大佔盧秀燕和陳振賢 兩位是最佳候選人 當活動的過程中突然發生地震 現場一片喧嘩 張啟臣此言一出引發民進黨痛批 為了選舉不顧大地震 已經陸續傳出災情的情況之下 講出候選人撼動地球的言論 要求他應該要道歉 對此張啟臣也解釋 但是當時是為了要減緩現場群眾的 恐慌情緒 才想要用比較輕鬆的語氣表達 如果發言造成誤解或是觀感不佳 他個人也跟大眾表達歉意 請預備新聞黃路君 在台中常報導 從來沒有父親應有的責任 我請求你正式的開啟行政調查 扛起所有的責任 隔空當面對峙侯友宜 時隔五個月送醫為何延誤 恩恩爸心中的真相 仍然沒有得到滿意答覆 緊接著民進黨議員輪番上陣 先前新北市府法治局認定南童恩恩國培案不成立 這回綠營議員把恩恩爸搬進議會殿堂 強力要求侯友宜交出調查報告 指示這些舉動引來藍營反彈 沒有任何人願意見到任何一個孩子離開 今天政治操作的是民進黨 請民進黨好好檢討自己 是要替恩恩爸出口氣 還是有其他政治目的 藍綠兩邊展開抨擊 TVBS新聞張家寶專科SG小組新北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把馬尾換上白襯衫牛仔褲 他是嘉義市議員帶您被羈押190天走出地院 他神情輕鬆人也瘦了不少 感謝大家這段時間陪伴我給我加油打氣 相信我謝謝你們謝謝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還是很勇往 我想我會再找一個時間對大家做說明 這一段路走來很不容易 但是也讓我體會到很多 然後學習到很多 有美女議員稱號的帶您被控榨領助理費 今年3月中就遭羈押 9月5號開庭時向法官申請交保 19號上午地院裁定以80萬交保 並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 問完所有的證人之後 那已經沒有串政的一個情況 為了日後省理的進行的一個順遂呢 那禁止 禁止帶您與非親友的證人進行接觸 聽到可交保帶您當停洗節而泣 在看守所待了100多天 他沒放棄拼連任 團隊也繼續東奔西走 日前由他的母親 代替登記參選嘉義市東區的市議員 帶您用蹲點取代羈押 這期間他靜下心來想了很多 這段時間我在裡面蹲點 也思考很多我們嘉義市 或是我們廣大的民眾弱勢的民眾 到底他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發現了很多問題 被控涉嫌以人頭 詐領500多萬的助理費 待您3月就遭羈押禁見 還遭遇父親的病逝 當時他上手銬腳樓回家奔喪 如今交保貪污案審理中 他下一步歷拼連任告慰已事的父親 TVBS新聞季健鴻嘉義報導 想擴大國際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專門報導 國際新聞的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記得要開啟小鈴鐺喔 汽車車頭獵言衝天 火勢相當猛烈 冒出陣陣濃煙 還好消防隊迅速撲滅 調生圖案也露了出來 這輛竟然是台南市長參選人 林一鋒的宣傳車 他真的有虧機啊 真的太虧了 還能加上配樂自嘲 其實一度死裡逃生 這裡是國道一號 北上台南新穎路段 19日早上10點 車開著開著突然冒煙 還好車上兩男兩女 總共四圍團隊幕僚 當機力斷把車停在路間 才沒人受傷 車子突然有意響 靠兵艇我們下車先報完警 大概過五六分鐘車子就起火了 很大 整個前面都燒掉 但他人員是有順利脫困 有四個都出來 都跑出來 這場火燒車意外 花了將近半小時才撲滅 百萬進口車的車頭 燒到只剩骨架 毀損相當嚴重 擋風玻璃整片掉落 不過四位幕僚 驅車趕往新營 就是為了這件事 在二十四號那個 我們要做一個DJ 在健康路關天下 所以他們要去勘察那個場地 現在總共不錯啊 那兩個拜訓他們不用了 曾舉辦crazy Friday活動 而聲明大造的林一峰 二十四日還要在新營地區辦DJ電音趴 沒想到幕僚在場刊途中 遇上火燒車 國道警方逐步調查 可能是引擎故障導致 還好車上人員順利逃過一劫